你们觉得会不会超过001的销量 肯定要超过001 肯定要超过 肯定要 因为它是因为这个是主力市场的销售 主力销售 那为什么它会最后这么往才推呢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定要等于品牌的知名 它销量达到一定程度我们才敢推 这样的 如果没有达到你推了 谁又达不到很大的效果 就是它跟品牌一点的有关系 就一定要 它一定要是在极图做得非常好的时候推出来 然后学习更大的销售 因为你品牌是不是不够 你除了一个新品 你品牌知名都不够 其实销量是拉费了 因为这是玩炸产品 玩炸一定要得到最后来打 那时候打到电手先把玩炸先打下去 所以你还想不是主力车型 他都卖的这么好 我主力车型 对啊 那列装车这么搞一半多 这个真的是汽车史上没我的 列装车是很小准的 列装车是比较小准的 像以前的油是飞发钢酥的话 那不怎么好的 那很少 销量很低的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 7X有可能是这个比较仓促推出的一款车型 就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就因为之前的话 其实大家都以为7X这款车型 有可能要到明年才会上市发布 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 比这个薄巴士还要先发布呢 嗯 因为为什么 因为当下还是有很多这个 我个人认为好 因为很多其他的竞品品牌 他也要出来 所以我们想 想的就是说我们前置 因为你后发就会失去后发的优势 因为现在迭代的非常快 就是说 还要找你司机 而且确实有很多品牌 我们的一些竞品 他也要出来 那有没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就是说他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研发 完整 而是为了提前上市 而提前上市的呢 其实是没有 因为我们有个浩瀚机架 有个浩瀚平台 就花了200个亿 花了5年的时间 就这个平台 为什么我们可以出不同类型的车 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这个平台里面 它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车型 我们可以量身并制出不同的这个产品 而且都是通用的 比如说自家芯片 是不是每个车都是一样 包括这个车身的安全的一些技术 都不同的 所以你说不存在 其实也不存在 不存在 就是我们可以很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架构造车的这个 优势就在于我们可以出不同类型的车 而且速度会非常快 如果没有这种 这个叫什么呢 叫那个什么架构造车的这种 它的这个车型就没办法搞 这样的品牌 那就靠完了 就是每个车都是一样的大小 只分别一样而已 它没有办法说 在技术上进行太小 我们就是多通用的集穿 这都一样 比如说自家芯片一样 这个海显这些都是一样的 常常说都是差不多的